绝妙听日剧 哈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绝妙听日剧 我是糕点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出日剧 它的名字叫做Mother Game 翻译的名字是妈咪们的心机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剧情的第三集 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当你极尽努力却始终得不到你所想要的效果的时候 当你极尽努力却始终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期待 当你极尽努力却始终得不到你所想要的爱 这时候你的价值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可以透过戏剧当中的角色 小绿以及他的女儿黎香 看看他们在戏剧里头发生怎样的状况 故事就发生在这一间贵族幼儿园里 有一次黎香就是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女生 把另外一位很厉害的贵妇妈妈聪子的儿子幽灰弄哭了 这时候小绿跑了过来 还没有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劈头就凶狠地叫他的女儿黎香赶紧跟对方道歉 而他自己呢也慌忙地跟聪子道歉 不过黎香却没有道歉 反而是因为妈妈不明就里劈头大骂 而且还硬要他道歉呢 所以黎香也大哭了起来 这一旁的家长啊就是很讽刺地说 哎呀从托儿所出来的孩子还真是精力旺盛啊 精力旺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很没有教养 所以把别人弄哭了这个样子 而聪子也在一旁说 没关系啦 教养这样子的事情 也不是一朝一夕学的会的 这是什么状况啊 小绿不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贵妇吗 到底小绿的家庭或者她原本的状态是如何的呢 为什么小绿在这一群贵族妈妈们中间 也是如此的格格不入而遭受到排挤跟讽刺呢 今天我们还会接着再来看 希子的好朋友Yuki的故事 Yuki这个装作是贵妇的妈妈 在这一间幼儿园里头 她说了很多很多的谎言 她告诉别人 她是从好的大学所毕业的 她有很好的家世背景 但是自从主角希子来到了这间幼儿园之后呢 过去是Yuki同窗好友的希子 当然直接的就发现了Yuki 在其他妈妈们面前一直在说谎 希子觉得这样子很不对 但是Yuki坚持 在那一间幼儿园一定要说谎 因为她自己小时候很穷 所以必须要放弃很多的东西 她不希望她的女儿小英跟她一样可怜 她希望小英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她认为自己所说的这些谎 孩子小英都会让这些谎变成真的 也就是说她期待孩子功成名就的那一天 所以现在她要打肿脸冲胖子 不仅如此 她还落入到一种赌博性电玩 叫做Parking Go的陷阱 而在这个Parking Go的游戏间里头 她也因此遇到了麻烦 这群妈妈们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生命难题 背后的家庭又有怎样的难解的状况 而希子这个平凡的 但是具有杂草精神的单亲妈妈 又将如何的仗义直言 在这一群贵妇妈妈们心灵跌倒的时候 成为把她们扶起来的那一双手呢 精彩的内容全在今天的绝妙当家 欢迎你收听今天完整的节目 你可以点选 收听节目点选绝妙当家 就可以听到今天绝妙听日剧 Mother Game 妈咪们的心机的内容了 我是高点 我们完整的节目里见 See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乗るべき道は行け あたしでいい あたしの歩幅で生きてくださ